格莱梅的物价虽然很高 但是这里有一家 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 也特别土耳其张式的小餐厅 哇而且超级超级温暖 里面不止也超级超级的 有当地特色 价格又不是那么昂贵 而且氛围又特别的温馨 我还蛮推荐这一家的 看看他们的地毯物质 这是各国的钱是吗 他们里面还有一家小店 卖纪念品的 花花绿绿的 不知道是不是一义无产的 在村间里面闪不下 在村人口里面的 吃 κ 在村人口里面的 外面的 这一家的 都对不来 这里面的 两家的 是 如果 他告诉我这个是非常 在俄罗斯非常有名的一位土耳其歌手 我今天在山谷祈祷了 明天最好是可以看到热气球 不知道我的祈祷有没有 看 门口有只猫 刚刚他就自己洗澡 主人回来了 可是我不会让你进去 不进去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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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蹭过来了 蹭我也不可以进 哈喽小伙伴们 刚刚这一家老板告诉我 今天热气球又取消了 啊 我说今天天下挺厚的 你看还有月亮 他说雾气还是太大了 我去 又是错失热气球的一天 前方大雾迷蒙 哇塞 现在快八点钟了 还是漫天大雾 没有缘分啊 这次喝热气球 啥都没有 看这个爆炭取暖的一群狗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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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两个真虫 哎呦刚刚打散了 你对情侣的时间平 实在是对不起了 对不住了 不知道是谁的 CELINA ARCH 嗯 光大会 只能勉强拼接一下了 对不住了 啊 热气球无果 看爱琴谷也无果 因为漫天大雾往回走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热气球 只有五个 这样也可以 所以我的运气还没算全部用完是吗 已经用完了 就是上天说好吧好吧 怎么样也给你看一眼热气球吧 哇下雪了 我在土耳其的热气球圣地卡帕多奇 我已经从山顶石城乌奇西萨尔 来到了谷底石城 格雷梅 现在就是住在这一个石柱城 之中飘雪的塔帕多奇啊 哎呦这个泳池也被抽干了 我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泳池订的这家酒店 想着这个泳池可以倒映这些石柱 还有热气球嘛 哎呀这个垫子也被收起来了 原来这里有一圈垫子 配着后面的热气球也很美 哈哈哈哈 这家酒店我还是蛮推荐的 非常非常的四中情 热气球会在泳池也好 这个坐垫这里也好 升起来 前面就是车站 看那里就是车站 地理位置很好啊 这一排全是吃的 好吧 来到圣地的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感受 哇你看他们还在那里自拍呢 他们在拍啥 吃点饭去 还是蛮豐富的 性价比也很高 因为这一圈 我来把我两年前未完成的格雷梅的油车 搜集完成 Yes 哇再见了卡巴多奇亚 我去这么好的天气 很有热气球 你们为什么不再傍晚放呢 走啦走啦